台中一名妇女,用漂白水清掃廁所時,忘了先在水桶裡放清水稀釋,給漂白水嗆傷。她起初不以為意,幾個小時後喘,殼不止,送到林興醫院時,已出現肺靜潤、肺水腫情況。 林興醫院急重症部主任林明輝說,病患經插管治療給予純癢後仍僅有88%,低於安全值90%,膝蓋也因跪在地上打掃而被侵蝕。 經葉克膜治療一週,婦人終於清醒。 轉入呼吸照護病房,醫生建議民眾使用化學性物質前務必想看說明書。 像用漂白水清潔時一定要加水稀釋,而且應在手套,保持空間通風。 自然,二十五、清潔時,以後才能加水稀釋,即使用不斷自然影響。 breed化。 地道道、三、清潔時,旅程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